还有不少人下半年等着换iPhone6 勾结手机争霸就怕年底终结 现在飞瓶阵营也开始紧张了 不只像是三星宏达电M8 S5销售量 甚至刚刚公布第三季财报都不如预期 于是现在把焦点主攻中阶机款 像是三星Note 4讯问度相当高 一度卖到缺货 而至于宏达电刚推出来的两款中阶机轴 开放4000只预购也卖光光 现在飞瓶阵营准备在第四季冲野期 老板我想HTCI 因为目前那个市场的供货量不足 现在目前还没有货 不好意思 到门市想买HTCI还是没货 宏达电源推出中阶机款 开放4000只预购还是供不应求 宏达电源力挽狂澜想抢救颓势 这回在中阶机款下重本 一次推出5.2寸和5.5寸两款中阶机 没有美机的时候 那看得到我有黑眼圈 现在美机我淘宝最强 好 等一下 背眼圈不见了 前镜头喊出最高1300万画素 还有美机效果 才推出高阶机款蝴蝶2两个月 宏达电乘胜追击 再推出i 主攻中阶市场 Desirei 5.2寸大小 硬是比旗舰机M8还有蝴蝶2的5寸大了一些 但是和蝴蝶2同样都防水 就只差没有双镜头 不少网友都觉得买它似乎还比较划算 宏达电影这么拼就是因为第三季 每股全益只有小赚0.78元 第四季靠着平板和中阶手机要达到财测低接 每个月营收至少平均要有136亿元 靠着比代替手操作萤幕 近期询问度高卖到缺货的还有这一款三星Note字 但过去三星称霸全球市场 IDC才公布第三季出货量 三星仍然滚坐第一 但比去年少了700万只的出货量 加上大陆小米抢势 三星财报灿淡 第三季营收年减19% 营益连四季下滑 纯益更创下2011年来第四季新低 苹果下半年退出iPhone6 在消费者观望情况下 也确实影响部分飞频阵营 也难怪中阶机成为今年市场主力 加持手机大厂业绩格外有力 记得陈金松黄书人 陈子芬 陈信仪台北采访不到